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如果言音不详 总经理这样回答 董事长要不要把总经理马上换来 马上开始会议 那才奇怪呢 那我们这一生就是言音不详 就在答应生才奇怪呢 我这些换的都不是讲风量 这个大家要去思考 这个就了解到说 有一次看到这个读者文哉 有这小消息很好的 他是这么想 他说小明跟同学说 我救了很多人 黄秀就讲 你好大的口气 你怎么会救很多人 他说因为我们有考上医学院 大家能听得到前文的音吗 他说因为我们有考上医学院 读者文哉的佛事会 还有一个小子 还有一个名字 大家就完美完美 这就是董事长的音乐 我们把这高智慧 高智商的这些优质学生 送去美国学内一大堆 对错仓达的音乐 对错仓达的客气力 因为在路里要客气 那你们就想想问题出在哪里 我还是说话 还有一个女生跑来找 他说核射车会很长 他说因为我妈妈就死在我手上 那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 那为什么呢 他说我不小心看到了一个书 我知道为什么 他来的书 为什么 因为他妈妈得了分析 他就是个早留科的音乐 他就是按照一气力的医疗流产 很用心的照顾治疗他妈妈 他说整个治疗过程还没结束 妈妈就死 他说我很痛苦 但是我不知道演员在哪 我知道有问题 他说等看完你的书 我知道了 妈妈就死 各位我讲的是实实在在的 那这有一个美国曾经为 对总留科的医生 做过问题 说假设你自己或你的家人 得了同样的疾病 你会不会用相同的达法治疗 各位问你也说过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75%的NO 一个字而已 这个比例很高 那为什么问题出得来 我们的医学界反省了没 说来实在是话差 我们大概在这下面 我们五章很简单 生命不万夫就是阳光空气水 基本颜色 吃喝拉撒睡 受下行事 行住做过 就是这些啊 这个是生活根本要有的知识和禅食 这是要告诉老百姓 这个是要在教科书里面来编排的 第一吗 观念通 观念通就是知道真相 不适合大家我们知道 是知道真相 所以这是我们来把真相 真相的讲座 不是我一个人 我很感觉他们还有三位一生的人来讲 我们轮流 我们轮流来讲真相 我们要知道真相才会关养 第二 七位常情丹 为什么有畏气则生无畏气则死 若要常生腹中常情 若要不死 常中无死 老鼠中早就讲 非常非常地高 还有一个少吃多活 多活 就要少吃 要一定要做 这个应该是生活常识 这就是说胃肠条理在先 当然为什么清这样 过去几十年了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大哥六十年 所以你亲过没 你还年轻 你要堆积到一个残酷 还有好几十年等着你 所以你不亲无法 但是早期亲总是好 所以呢 这个要注意 这个就不要照 第三章 方正生活做事 正常表明 这个不用说了 这个是社会上的 这方面的假作太多了 最后必要的保健食物 为什么要保必要的呢 因为今天的食物不太安全 还有今天有很多的状况 你不得不用这些精致了的 浓缩了的高剂量的食物 比方说像原汁了 像南枣是很好的营养物件 南枣有非常丰富的营养 这个维莲养物件 而且它是解体食物 再有一个 我们现在的蔬菜水果 普遍吃的不够 它里面有很多的 植物生化树 植物生化树是亚乃业教授的 提倡 就可以让我们今天讲的消除自由 经历 不会看亚荒 种种的一个食物里面 它的作用是非常快发的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的存款单位 要来管工效 大自然的自然物 它有多少的工效 连学者就搞得不是很清楚 你怎么管 正经历药化的 正经历药化的是 安全 食品安全 这些食品 好 这一个多多好水 是谁要热水快 你看过去的 各位我们人 百分之七十 股优是水分 一个受精卵百分之九十 一个小太老百分之 将近九十 然后妈妈妈妈长大 到我们这种年龄 好歹得百分之七十 这水分的多 水质的好坏 你看重要的重要 所以各位家里面 还没有装进水器的人 请你介绍 没有啊 自己还在喝自然水的人 也没有 除开这个之外还不够 包括你的刷牙咯 包括你的洗澡咯 请你都要装一个除粒剂 为什么 因为自然水里面加了粒 已经是法定了 你是不得已的公共 公共卫生 公共安全的必要措施 但是这些粒来到你的水龙头出来 你要不要把它过滤 你不过滤掉 洗澡 就从你的皮肤洗进去 如果你是洗热水 热水的 绿的蒸气 变成气 从你呼吸倒进去 皮肤进行 呼吸倒进去 你两下重的 所以你曾经报纸也登过 洗澡洗出 癌症也来 就这个道理 还有一个各位喜欢游泳吗 到海边去 游泳去游泳 就游泳外 室泳尸尼尼尽量不要有 titt 你会还有地方园吗 有啊 一些大陆公园的 那种青年公园大陆公园 原来俱乐部很少的 但是有副外的 副外的 比较少 要到副外 游泳池气氛 游泳池等力 比自然水等力 含量放出很多本 所以你是不是去泡钥匙 不是游泳 激热练得很发达 然后肝脏的负担很重 有一天就得肝病 还说我那么强调怎么得肝病 可能跟肝病有没有关系 得肺癌 最近之前得肺癌 很多喜欢陈勇的人 都会得肺癌死掉 所以大家不小心 我们说明白 其实所有的慢性病 我要这么说 所有的慢性病 如果你都能做到这个样子 都会说不错 那我这里要跟你们讲 有五高 五高的持统一项 昨天已经讲过 血液一旦混准 自信病都会延伸出来 血液一旦远 醜一旦混准 动脉病化 心肌炎老炎 带血症 关心病 你看我们昨天 我们那位读学专家 就死也带血病 患心病 心肌炎 高血痒 老瘤血 心肌炎 心肌炎 有两个人 一个叫做医 一个叫做湿 一个湿 一个热 跟所有慢性病 都有绝对关系 那我们中医不讲那么多 很快的医解 其实叫湿解 很多病就缓解了 慢性病大概是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中医不强大的话 中医不但要伟大 而且中医一定要强大习 终于说我们要八分 八分足强 一定要强大习 那我跟你们看这个 我这里要跟大家分享 中医药 你看中国的药 跟西班人的药和什么 中国人的药 是分成善理中医药 善理药 就是我们现在贩子 所有的食物 其实包括阳光 冲击水 都在我们的善药范层内 所以我们的药 定义跟他们不同 怎么可以用读学的 那个理论来管理中医药 这不合理 第一个中医 中医药是什么 你看善理药是 雅命定天 都服酒服三身 第二个中医药是 雅命定人 斟酌情人 那他是有毒 或者有毒 那么 像主要的才是有毒 或者多毒 那个是做什么用的 不得已的介入 他说 主治病 硬病 不可讲的 所以一个单医生的人 他会来 那么目前我们在自然医学界 所以我们一般用的 我们是减少在善品的层面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 不能善品 这我刚跟你们讲讲 就算你吃错了也没有 没事 就像你吃饭吃菜 你多吃一道菜少吃一道菜 也会怎样呢 不会 因为它是属于善品 所以在自然医学界里面 比较要锁定在 一般医学是锁定在 善品的这个层次来应用 中品下品 请你一定要请教 专业的中医师来应用 自己不肯乱来要吃 就是这个道理 中医药是一分之一分 分得很细 还要说中医不科学 请问科学是什么 科学如果是他们界定的 那个范围叫科学 中医真的不科学 因为中医不是他们的范围 怎么会是 中医是哲学是艺术 是生命 是生命哲学 怎么会是他们的科学 嗯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中国要分上中下 我们去买的时候 它并没有 GMP上面并没有说 这个是上中下 我们只能知道 意思是说 我们刚刚说 这个中药有分上中下品 对 可是我们一般人去买药的时候 并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药是上中下品 你还能够要去找这种下品 对 我们有办法下品 我来给你回答 你当中有信用的 是 比较看起来 比较有信用的 要回去 或者经过朋友的介绍 也可以呀 你或者上网去查一查呀 还有如果乱七八糟 他也不敢上到网络上去 朋友的推荐 还有一个 你打电话到中医师工会 到中药工会 哪一个比较可靠 他给你推荐 大概差不多 比较好一点了 好 谢谢 对 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现在卫生署啊 中药委员会啊 井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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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进口的中药 它在井外 去设定一个机制 进来的时候 你不合规定的 不容易解释 现在我们在推行这个事情 好 谢谢 好 来